我们带你看南韩演艺圈的偷拍 风波 那么现在又爆出了第五个人 那这个很红 就是CN Blue的吉他手叫李宗旋 那么李宗旋呢 他也一样在那个 这个感觉是四郎群组当中 然后一直说 有没有年轻漂亮 适合拿来玩一玩的 轻浮的态度引发了众怒 郑俊英情色偷拍群组一天一爆 最新曝光的韩流偶像 就是CN Blue吉他手李宗旋 目前正在伏兵的他 12号才严正否认涉案 没想到14号晚间 就被南韩媒体SBS点名 他就是情色群组里的第五人 还没曝光新一波对话内容 李宗旋自豪 向郑俊英炫耀与女性发生关系 还要郑俊英把女生交出来 甚至询问有没有漂亮善良又年轻 适合拿来玩玩的 各种轻浮口吻 对比他镜头前的羞涩形象 实在是讽刺倒不行 而他15号也透过经纪公司 承认涉案 随着丑文被揭开 还没更爆料 李宗旋入伍前就因为 和郑俊英涉嫌性侵未成年女粉丝 遭到警方调查 更有网友翻出他过去疑似罪润额 和AOA慧金伸出贤猪手的画面 让大众直呼实在是有够渣 身陷风暴中心的胜利 又被曝出2014年 前往印尼出差时 涉嫌宽海拉皮条 今天他申请延后入伍 也立刻被兵务厅打枪 可能性不高 还被指于是想躲过 严格的军阀审判才申请延后 来年是一人的 录阳的项目 对啊 对吗 对啊 对啊 别急 结果就结束了 BIG BANG其他成员当兵前 还曾公开说无法保护胜利了 现在看来格外讽刺 南韩网友呼吁政府硬起来 要渣男偶像乖乖受审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三菱新闻 许沙珍报导 好 我们看到这些 南韩演艺圈的风暴 那其实呢 类似这样的一个丑闻 影响到一些演艺圈艺员的 这个演艺生涯的例子还非常多 我们来看这个网路的温度 第一名 扭成泽 哇 他这个事情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现在呢 他的一个这个性侵的一个案件 都还在审议当中 我们来看他第一名 再来就是南韩的偶像郑俊英 陈冠希 这个香港的一个艺人陈冠希 另外呢 还包括就是胜利了 这回呢 这个引爆事件的中心 高云祥在中国大陆的艺人 后来不是在这个海外呢 也发生了性侵的案件 现在似乎也在受审当中 另外还有包括像秦伟 柯震东 他是好像有这个吸毒的风波之类的 李宗旋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也是南韩的艺人李倩荣 哇 他这个飞机的事件 那么到现在好像都还没见到他人 Makiel也是一样 都是因为丑闻影响到了他们的演艺生涯